主席各位同仁蔡主委以及各位长官请主委 有请蔡主委 黄委员长 主委我想请问几个问题 第一个核能电厂的安全运作很重要 那么日前发生这个巴拿马级的瑞幸号 这发生传染油污染海域 您是说这个台电是说啊 说这个取水口在海平面六公尺以下 所以应该没问题 是吧是不是这样子 油污如果污染海面 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请说 但油污是会浮在海面上 那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不过这个专家的讲法是说会浮在海面上 所以这个假如取水是从海底下取水 我想相对来讲是会有比较少的污染 海面下啦 倒不是海底下啦 因为海底下啦 就海平面下面这个 可是问题的取水口蛮大的 当然他的这个 如果有一个水流的话也可能吧 如果说 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油污是还没有飘到那边去 但如果下一次第一个有更大面积 更严重的污染 或是船难的地点离这个取水口更近的 是 那漏出的油量更多的 海面污染更广的 是 有可能 你就说六公尺是多少 两层楼高啦 两层楼高底下的一个取水口 如果有个大的海流 不是就有个很大的水流的话 难保不会把一些油污 就是这个部分 可能要未雨绸缪 是 可能要预作阴影 我针对这个事情 碰到的状况才不会 台电是密集的在取样啦 那看看 到底是不是真的对和二厂的 这个 这个能力气有什么影响 就是针对这个事情 我是说针对未来 未来 是 未来亡羊补啦 就是说 我刚刚讲说 这次幸好是 污染面积没有那么大 漏出来油没有那么多 发生事故的地点 也没有离取水口那么近 是 所以说到许多口这边的水域 你们采集的这个水啊 水质还OK 但是如果下一次 我刚刚提到 更近更广更大的时候 那你如果真的海边 我想还是跟委员报告 当然我们会去 再跟台电来做检讨 我们会跟台电来做检讨 不过重点还是说 类似像这种事故 假如发生的话 其实对安全 没有立即的直接的威胁 它最直接影响的就是热功率 那当然这个 我刚刚再回答另外一个委员的问题 你说这算是有吸进去 那个有污染的 有油污的海水也没关系了 不是没关系 就是说最直接影响的 就是热功率会影响 因为它的热传效率会变差 所以会影响 那当然 假如这个问题没有好好处理 那它的降温效果嘛 对 那假如这个问题没有好好处理 那让这个 这个冷领器的这个 这个管子 破裂的话 那当然会有点影响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部分 我们只能说这次是有运气不错 那重点是我们下次不能 我们第一个不希望有下次 第二个如果有下次 我们也不能够靠运气 第三个要靠我们自己本身有预作防范 那是才够的 对不对 另外一个问题 请问你们9月28号怎么会掉了一部 那个放射线照相仪 那是 为什么会掉了 有一家公司叫什么 俊生 俊生公司 他们去做这个灰泡碍检测 那在路程之中 就是回来以后才发现说不见了 那所以就回头再去找 后来是发现怎样 是被人为还是不小心自己放来 是掉下去 然后有民间捡到了 那后来还好早回来了 那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的检讨 就是说第一个当然 他没有把它固定在车子上 所以这个会造成这样子一个事故 该做处分该做检讨处分 会会会 我们正在寻程序 按照这个规定的话 应该会罚大概几十万吧 另外一个问题 对 最后一个问题 是 原能会有没有这样的决心 如果年底前合一场 没有办法通过总体安全评估 那要怎么办 合一场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我们在核安总体检之后 会把这些强化措施 他们说即使没有通过 也是可以改善 不需要停机 不是 跟委员报告 是这样子 这个欧盟的压力测试 也一样 就是这样子一个 这个同样的一个标准 就是说 你在安全总体检里面 发现的一些问题 然后加强 或者根据 这个日本辅导的事故 需要 绝对需要加强的 那这些强化措施 会经过一个压力测试的一个程序 一个流程 然后看看这个流程 是不是真的对 目标 就是避免发生日本辅导事故的 这样一个目标 是可以达得到 那每一项这样的检视之后 假如都可以符合 那当然就没问题 那假如说还要再加强的 那会给电厂一个适当的时间 来承诺 是不是可以再继续加强 那如果没有再预定的改善 假如电厂 假如电厂认为说 他不愿意改善 或者说他没办法打得到 那当然这个管制单位 就会要求他停止运转 对 欧盟比较不一样 因为欧盟做这个事情的 他不是管制单位 所以他会建议 每个国家的管制单位 去采取这样的措施 那我们是因为管制单位 自己在盯着在做 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 人家台电认为说如果要依照你们的标准来改善 可能要到105年到106年 是 那他意思是说他没有办法在你们期限 你给人家改善的期限可以高达五六年 这个部分就要看个案 就要看个案 对不对 那台电如果说依照你们的标准来改善到程度 可能要105年106年 可是他又不愿意停机 然后又不愿意到 那个又不愿意提前他改善的期程 因为他的施工有一定他的期程嘛 他没有办法到 可能譬如说你说一个月不可能 好半年可不可能 不可能 一年可不可能 他要五六年耶 这委员讲的大概是报纸上登的0.3G 这个增加到0.4G这个部分 那我们内部的讨论是认为说 假如 假如他 因为目前他还没有一个正式的 对 这个proposal 不过就是说 假如他真的提出 说要到105年106年 我们内部是认为是不能够接受的 无法接受到105年到106年 其实改善应该有一定的期程 是没错 是一个合理的期限 OK 我们希望说你们为了国人的安全 是 为了这个部分而把关 不应该 不应该把这个标准放得太宽松 我们一定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考虑这些问题 OK 好 谢谢主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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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这位